这是一场骇人的无差别连环枪击案 狙击手扮作圣诞老人 戴上鬼脸面具混入人群 选好最佳射击位置架上狙击枪 开进瞄准一人胸口 枪声轰然响起目标应声倒地 没等人群反应过来 杀手的瞄准镜又转向无辜人群 伴随第二次枪声响起 一个圣诞老人应声倒下 人群开始坐鸟受散 杀手随机选择目标 开始了无差别连去射击 妈妈护着年幼的任飞开始跑 不顾危险回头抱起任飞 女友却坚持带上任飞妈妈 等男友梁延东将任飞安顿好之后 刚要回头去接应女友时 一颗无情的子弹贯穿了女友的胸膛 这便是12年前的圣美广场枪击案 本应安静祥和的圣诞夜 却因为一个疯子 搞得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任飞的妈妈和梁延东的女友 都在这场悲剧中被夺去了生命 如今疑似圣美枪击案的杀手再次出现 谭队长为了保护梁延东 最后倒在了凶手的枪口之下 谭队长的牺牲让梁延东意识到 对手总能领先他们一步 他开始怀疑警队内部有黑警 为了帮谭队长报仇 任飞坚持将纪思琪录下的影片传给杨宇露 提出跟检察院申请搜查令 进入陆镇生医院搜寻证据 但杨宇露却以证据不足为由 拒绝了任飞的诉求 接着任飞又以林启臣也出现在影片中 并且他是绑架纪思琪的嫌犯 光这一点就可以申请搜查令 但杨宇露却拿出了一份死亡证明 出具单位正是陆镇生纪念医院 因为肝癌引发的多重器官衰竭 林启臣在圣美枪击案发生前一年 就已经被院方宣告死亡 更让梁延东起疑心的是 杨宇露以回收物证为由 收缴了存放证据影片的谭队手机 果不其然 慕雪松随后便收到一条短信 对方警告称由于谭队长的死 事情已经压不住了 为了彻底解决掉麻烦 慕雪松决定用林启臣当诱饵 抛出纪思奇 引任飞和梁延东前来营救 然后趁机干掉两人永绝后患 可当林启臣在对面大楼埋伏好以后 却发现只有梁延东一人出现 就在他扣动扳机的一瞬间 任飞及时出现将他扑倒 原来梁延东早就算计到 纪思奇被关的公僚 正对面刚好有一座废弃的大楼 出身特勤并担任过狙击手的林启臣 必定会埋伏在对面大楼 于是梁延东将计就计 用自己做耳吸引林启臣注意 而任飞则刺激实施抓捕 一番缠斗之后 任飞终于将林启臣制服 此时杨宇璐却突然出现 望着杨宇璐 林启臣嘴角流露出不易察觉的鬼笑 而杨宇璐的表情更加耐人琢磨 在对林启臣进行审讯时 杨宇璐迫切想要弄清楚一件事 看着杨宇璐拙劣的表演 林启臣忍不住笑出了朱叫声 可对于幕后指使他的人 林启臣却一个字都不愿透露 不过见证科出具的报告显示 射杀谭队长的子弹 正是出自林启臣那把狙击枪 随后杨宇璐支走其他警员 单独对林启臣展开了审讯 可审讯后没多久便出现了意外 林启臣不知从哪掏出一个发甲 悄悄解开手铐 干掉警卫后拿走了配枪 任飞和梁延东闻讯赶到 早有预谋的林启臣 出其不意将任飞挟持 反手又将警卫一枪毙命 杨宇璐闻声赶到拘留室 双方持枪展开对峙 杨宇璐怂恿林启臣一起把枪放下 事情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大 偏偏林启臣还真听信他的话 可就在他刚要放下枪时 杨宇璐却突然露出了杀意 抢在林启臣扣动扳机前 杨宇璐郑重眉心将他一枪击毙 梁延东看着他表情意味深长 随着林启臣的死 指向幕后黑手的线索再次中断 慕雪松也明白 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候 但梁延东却看得更加明白 林启臣会拥有发甲 证实了他关于警队有内应的猜想 既然不能再相信警队 梁延东便准备亮出最后一张王牌 之前他在看守所认识了一个大哥 大哥一直想要梁延东当他的委任律师 并且开出任何价格都可以接受 于是梁延东决定和大哥合作 委托他帮忙调查陆振生器官买卖的事 大哥安排手下杨庄需要移植器官 潜入医院内的秘密空间调查 结果发现运送接体车的工作人员 正是大哥手下阿顺 于是大哥安排阿顺 让任飞和梁延东藏在冰柜当中 最终成功潜入了秘密空间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慕雪松开始安排后路 他买通陆琦的主治医生 准备将陆琦透过接体车运往城外 医生来到陆琦病床前 准备给他注射安眠药 陆琦抓住医生袖子想要反抗 却渐渐昏迷了过去 接着医生按下了警报 谎称陆琦血压骤降要安排紧急手术 最后成功骗过了轮班警察 显然是有人帮助陆琦脱逃 于是警方对医院展开了搜查 而等陆琦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一把将针头扯掉 这时藏刃飞和梁延东的冰柜刚好运到 秘书近来想要将陆琦转移 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 此时陆琦躲在他身后 他捡起地上的手术刀 冲着秘书露出圣人的微笑 等到木雪松感到时 秘书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 而陆琦拖着病痒痒的身体 在秘密空间内寻找出口 突然他发现一个特别的房间 病床上躺着一个植物人 此人竟是被自己亲手杀害 已经死去多年的母亲拱心慈 看到母亲变成这样 陆琦痛苦万分 这时木雪松推门而入 知道已经为时已晚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陆琦解释 这么多年走来 出于心里的愧疚 他对这对母子的保护欲 却渐渐变成了极度的控制欲 陆琦已经清醒过来 他绝不想再禁被木雪松控制的牢笼 此时梁延东也找到了这里 木雪松掏出手枪 想要解决掉梁延东 这时陆琦突然掏出手术刀 一刀狠狠扎进自己的胸口 为了摆脱木雪松的控制 陆琦最后选择了以死明治 木雪松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枪声引来了大批警察 木雪松当场被捕 至此医院非法器官买卖案正式告破 但关于圣美枪击案的拼图还少了一块 梁延东来到看守所 想要从木雪松口中 挖出圣美枪击案的真相 根据梁延东的策写 大屠杀式的凶手 通常是经过长时间的规划 他不会是一时兴起 但当年警方迫于压力 想要尽快破案 也是西亚分局的廖正雄 匆忙抓了一个 在现场选择自杀的嫌疑人 便将其定为枪击案的凶手 然而此人性格不稳 粗心散漫 并且他有躁郁症病史 而且已经失业长达两年 根本没办法购买 黑市价值50万的狙击枪 因此梁延东认为真凶另有其人 最终梁延东与警队产生分歧 弃警从法成为了一名律师 真相就此尘封了12年 根据木雪松交代 13年前 林启臣还是特勤队的狙击手 在执行任务时误杀了保护目标 被迫离开了特勤队 从此抑制消沉整天酗酒 不知不觉间便搞坏了身体 被送到陆振生医院时 只剩半条命 另外半条命 是我给他的 木雪松看重林启臣的能力 能够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便替他安排了肝移植手术 从此林启臣成为木雪松的黑手套 圣美枪击案发生前 潘一元得到了一份秘密资料 内容是接受器官移植的警政界高层名单 便威胁木雪松一起合作 木雪松为了杀人灭口 便安排林启臣居杀潘一元 为了掩盖潘一元被杀的真相 林启臣制造了无差别枪击案 利用混乱扰乱了警方调查方向 而医院之所以从事非法器官移植 要从陆琦的母亲龚星慈说起 他昏迷后的半年心脏迅速衰竭 却迟迟等不到合适的心脏 为了给龚星慈续命 木雪松破釜沉舟 亲自涉入非法器官移植的市场 他收买了东陵义工基金会 来给自己提供稳定的义工器官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越来越多人请他帮忙 于是这条非法器官买卖和移植的地下网络 也成为讨好特定阶级权贵的工具 然而让梁延东没有想到的是 木雪松竟否认认识廖正雄 也否认指使廖正雄陷害过梁延东 那廖正雄的背后又会是谁呢 梁延东研判在木雪松和廖正雄之间 存在一个中间人在穿针影线 这时任非告诉梁延东 预警学长向他透露过 杨宇璐也曾到看守所找过木雪松 梁延东心中隐隐有了答案 他怀疑中间人就是杨宇璐 原来得知医院帮林启臣伪造死亡证明后 杨宇璐便猜到了圣美枪击案的真相 他决定与木雪松切割关系 因为他也是当年枪击案的受害者之一 而杀林启臣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为了保全自己 更为了向木雪松发起复仇 杨宇璐逼迫木雪松交出名单 但木雪松提前删除了电脑中的资料 并将名单同步到了云端上 只要拥有这份名单 木雪松便能将警政界高层绑在自己船上 可杨宇璐心里有鬼 他找到负责技术的小宇 吩咐他一旦复原了资料 他必须第一个看到所有内容 果不其然 梁延东在调查杨宇璐的资料时发现 他和廖正雄在北山分局共事过 并且梁延东还发现 杨宇璐最早在圣美派出所当过骗警 结果翻出圣美枪击案的旧新闻 竟发现杨宇璐也在案发现场 当时他负责维护现场秩序 结果被子弹贯穿腹部伤及了肝脏 最后是在陆震生纪念医院 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手术 梁延东脚踩电门毛侧顿开 难怪每次跟他提起医院的疑点是 杨宇璐总是以各种理由延缓调查 为了让杨宇璐露出破绽 梁延东打算以廖正雄为突破口 将他陷害自己的证据交给了检方 这下廖正雄的处境十分危险 梁延东以此逼迫廖正雄说出了真相 二人殊不知 杨宇璐提前在廖正雄车上安装了监听器 来到第二天 廖正雄就惨遭某人狙击枪灭口 而此人正是杨宇璐 为了找到杨宇璐涉案的证据 梁延东同样找到小宇 告知他杨宇璐可能涉嫌参与穆雪松的案子 而关键线索就在他复原的资料里 想起杨宇璐之前的怪异举动 小宇选择相信梁延东 他偷偷拷贝了一份资料带出来 通过沐雪松手机短信的内容 梁延东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给沐雪松通风报信的黑警 调任昌荣分局的时间 与杨宇璐倒任时间基本一致 并且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沐雪松备份到云端的资料里 每一年都重复出现某张照片 然而格式却不支持打开 小宇研判这是一个伪装文件 他将照片后坠名改成压缩文档 经过解压后 终于发现了隐藏其中的器官移植名单 而在这份名单上 赫然出现了杨宇璐的名字 此时杨宇璐同样拿到了这份名单 梁延东合理怀疑 当年杨宇璐和沐雪松做了某种交易 否则以当年杨宇璐的身份跟地位 根本没法在重担后的两个月内 就能优先排到器官移植手术 不过他们还需要找到确切的证据 而此时在警局年度表彰大会上 杨宇璐却在慷慨陈词 发誓要将与沐雪松交易过的人 一个一个抓出来 其中涉及到的警戒高层人心惶惶 然而此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 那份器官移植名单赫然出现 杨宇璐无法安心继续参加会议 按照短信的指示登上了天台 为了替死去的谭队长讨一个公道 昌荣侦察队的全体成员 冒着解散队伍的风险 以涉嫌杀害廖正雄 将杨宇璐带回了审讯室 然而只要警方没有拿出直接证据 杨宇璐就毫不畏惧 从最初刺激陆骑跳楼 到警方调查废车厂时 帮助肇事者灭政 从围捕李家药师谎称谈判 到后来故意给林启臣留下发卡 然后借机将其灭口 最后为了保全自己 甚至狙杀了前同事廖正雄 面对任飞的所有质疑 杨宇璐都滴水不漏地一一辩解 见杨宇璐还不死心 任飞掏出了一只录音手表 原来梁延东早就算计到 杨宇璐只会把自己的心里话 说给患有老年痴呆的季老师听 所以梁延东提早准备了录音手表 将他戴在季老师的手上 采集到了一段杨宇璐和季老师的对话 身边的正雄找到林启臣 我把他跟西亚分局 跟廖正雄 你想大死 你开枪杀了警察呀 有没有写报告啊 接着任飞又拿出了关键物证 警方在廖正雄命案现场找到的弹头 跟林启臣的狙击枪是同款 并且与某个登山包里 狙击枪枪管的唐线轨迹相同 而在这个登山包上面 警方验出了杨宇璐的物理记者 这说明杨宇璐的枪来自林启臣 面对牢不可破的误者 杨宇璐终于服软认罪 原来当年圣美枪击案发生后 杨宇璐躺在医院里等待肝脏移植 但原本排到他的机会 却被法务部长的千金截足先登 那一刻杨宇璐恍然明白 人的生命真的分高低贵贱 于是他与沐雪松达成了交易 一步步沦为了权力的奴隶 他要与名单中的人平起平坐 只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才能让掠夺者付出代价 然而正义是没有捷径的 宇璐 你原本可以是一个好警察的 但是你忘了 正义是没有捷径的 至此逆局第一季洒话完结 梁延东回归昌荣分局 成为了任飞的顶头上 逆局是否会有第二季 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